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孩子被人贩子摆跑的事情越来越频繁了,而且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就上了人贩子的套,人贩子的套路也越来越深了。 其实人贩子对于下手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对于这三种孩子来说,是最容易被钉上的。 所以妈妈们一定要进行了解,免得自己家的孩子才遭毒手,跟老人走在一起的孩子,看着来说老人是比较好下手的,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行动也是不太方便,这个时候牵着一个孩子下手也是比较容易能得逞的。 而且就算是人贩子当场被揭穿了,自己跑起来也会比较简单,毕竟老人只会担心孩子们的情况,还好不好也不会特意的去追他们,就算是老人去追他们,他们抱着孩子也是比老人跑得快低。 这样更方便的手,妈妈们单独带出来的孩子,相比起男人来说,女人的体力肯定是弱很多的,所以不少人贩子也会盯着一些单独带着孩子出来到街或者吃买菜的孩子。 一般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组合时,人贩子不会一个人行动,而是团伙行动这样一来,成功的手的几率就会更大。 所以妈妈们单独带孩子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喜欢聊天的父母带着的孩子,一般情况下,女人带孩子的时候,通常会带孩子们到楼下,或者是小区里转悠,这个时候如果碰到了熟人,或者是朋友的话,难免会多说两句话。 所以,人贩子也经常会对这样的人群下手,因为妈妈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管小孩子,小孩子也是顽皮,如果跑得比较远的话,就更加容易得手了。 而且,如果妈妈们经常跟一些比较不熟的人聊天的话,也很容易透露自己家的家庭情况和孩子的信息,这样一来孩子的信息,就会被人贩子所掌握,人贩子也就更容易得手了。 所以妈妈们在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照顾孩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